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不但在古圣 心形 著书当中 我们常常读到历史的记载 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 这些古报 事项 例子太多太多了 我们读到了 听到了 要认真 细心的去观察 去思维 这个道理真正懂得了 我们才想的 杀身这个罪过 绝对不能做 纵然我们遇到误人 杀害我们 我们也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 更不可能有报复的行为 像《金刚经》上讲的 隔离王各界身体 这个故事很长 佛说得很详细 在大涅槃经里面 《金刚经》上只是提了几句 详细地在大涅槃经里面 成就 忍辱波罗密尔 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 虽然被人杀害 而立刻升天 向天府 如果有恨的意思 有报复的念头 被人杀害了 立刻果报到山头去 如果一生没有做重大的罪业 有恨意 多半了 投什么胎呢 毒舌猛兽 他这个恨意没有消 他就变出身了 封重灰 一千七伍 一千七伞 感谢观看